各位 六個月前 今日2月24日 俄羅斯發起了特別軍事行動 這個軍事行動遲了半年 情況如何呢 看樣子俄羅斯並沒有 好像很多人預期 包括魯業在內 在幾天之內攻陷烏克蘭 俄羅斯沒有像美國進軍伊拉克或其他地方 先軍隊未到 先來一次大型的軍炸行動 俄羅斯沒有這樣做 而目前來說 戰況的推進非常緩慢 但如果說魯克蘭方面有可能反敗為勝 我想這個真的要神仙出來才行 這個機會我覺得好味 而目前到軍事上 似乎可以說膠著 推進非常緩慢 但俄羅斯仍然在慢慢推進 在經濟上 最大的輸家 相信當然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作為一個戰場 現在美國不停地把各種各樣的武器推進 但記住 這些武器是不收錢的 這些會寄在烏克蘭的頭上 所以就算這場仗被他打贏 後面要負責的軍費都相當驚人 因此最大損失自然是烏克蘭和烏克蘭人民 另一個最大損失應該是歐洲 歐洲各國跟著美國說要制裁俄羅斯 首先制裁是用自己最依靠俄羅斯的東西來制裁 包括能源 現在可以說是一地雞毛 能源比起一年前貴了5-6倍 不是5-6% 是5-6倍 也使得世界其他地方很多人的能源價格都上升 因為他們不可以在俄羅斯獲得能源 而歐洲大約有8-40的能源來自俄羅斯 我剛才說了一個資料 不是 德國現在天然氣很多 我不是很相信那個資料 另外看我的官方資料 仍然在德國所得到的天然氣 仍然比起去年同一時間 最少少了30-40%之間 到底實際上是怎樣我們不知道 他們的天然氣都有儲備 現在儲備上去 但是離開不會還有一段時間 今年來了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 冬天可能來了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 所以能源的要求可能會更加大 以目前的能源價格來說 會使得德國很多工業已經無利可逃 因為現在已經是在港湖 剛剛知道的資料就是6、7月份 我忘記實際上是何時 德國亦開始出現貿易逆差 因為德國一向是貿易順差 可以說是歐洲的火車頭 現在整個火車頭當然都停了 所以接下來歐洲那邊的工業 會不會過了冬季之後 可以重新開始過呢 這個就天晓得了 美國那方面亦都雞毛駭血 雖然它自己有大把能源 但是似乎它自己無法增加生產量 供應世界各地的能源所需 結果沙特阿拉伯賺大錢 俄羅斯這場仗發現 在能源方面所賺的 足以支持它繼續打下去 所以相信這場仗會慢慢來 除了這方面之外 在政治上 也開始美國想著可以發動在全世界 一起針對俄羅斯 發覺結果只有四十多個歐美國家 加少少日本、南韓、新加坡 小貓有幾隻 澳洲也有份新西蘭的反制裁 其他大部份國家 兩個最大人口國 中國和印度沒有加入制裁 基本上東盟、中東的盟國、中東的石油組織 石油生產組織、非盟、南美 沒有一個國家參與制裁俄羅斯 於是現在情況很清楚 大部份國家不願意站邊 不願意站在美國那邊 加上剛剛早一點時間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去了台灣 發現沒有人在為美國斬邊 大部份國家全世界一百九個國家之中 一百七十多個都再三聲明 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仍然以這個原則作為世界準則 換句話說 在政治上 我覺得美國也輸了 因為第一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方面 實際上支持的人 支持的國家很少 人口方面兩個大國 中國和印度不支持 已經佔了人口大部份 剩下東盟這邊也不少人口 非洲也不少人口 這些人口加起來 其實人口方面佔大多數 在要制裁俄羅斯 沒有大支持 想搞兩個中國的模糊化 亦都沒有人肯支持 其他人都出來說 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 一百七十多個國家出來說 所以他在政治上都可以說輸了 軍備方面反而又出現另一個問題 我知道現在他們送到烏克蘭的武器 送完之後 發覺自己要好幾年才能夠補充 即是說 如果真是跟一些大國家 譬如俄羅斯或中國發生戰爭的話 他雖然軍費投入是非常之大 可以說接下來十個國家加起來 但是他的軍備的生產能力 就是無法追上他們的戰場需要 現在在烏克蘭打的不是全面的戰爭 而是代理人戰爭 已經使到他的武器無法供應上來 即是換句話說 這一隻子老虎真是子老虎 如果真是跟一個有軍事能力的國家開戰的話 除非他用核武器 如果他用常規武器的話 根本可以提一 頭一兩輪基本上可以肯定 將現在有的常規武器全部掃除了 掃除之後 後續他要繼續生產武器 所以相信會有一個非常困難的事 換句話說 那條仗打不下去了 現在在烏克蘭那邊 雖然他由這些送過來的不行 現在再送其他過來 遲早我覺得他的常規武器都會清倉 當然清倉的軍火箱很開心 但是實際上也看到軍火箱的生產能力不是那麼大 因此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很相信這個世界會和平 因為一個最大的好戰國 發覺自己的武器生產不夠的話 他想打也不能打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世界好消息 半年回顧 世界在這半年再變了很多 在經濟上大變化 在工業能力方面 歐洲那邊應該 起碼沒有幾年都沒辦法重新推動上去 軍事上見到美國是一個子老虎 在政治上大部份的國家和人民都不支持美國的霸權 金融方面 現在還未看到最大的變化 唯一的變化是俄羅斯利用 要用勞募買天然氣 金融是沒有問題 就算被他踢出了 我們經常說這個核彈 踢出了銀行找換的系統 這個Switch系統 什麼事都沒有 尤其可見 金融方面的大變化亦都在來 什麼時候見到呢 我們未知 半年歸納起來 普京這次殺得美國非常勁 他這手把一手好牌打得非常好 而美國把一手好牌打得很爛 你現在要找到美國是個牌打得很爛